不管是天竺鼠车车 或者天竺鼠 真的都太可爱了 不过您知道吗 在南美洲的秘鲁 其实早在千年之前 他们就把天竺鼠 当作餐桌上的佳肴 尤其在夏天跟秋天的时候 当地还会举办天竺鼠节 做什么呢 就是帮天竺鼠 做这样子的漂亮打扮 而且还会选出 最漂亮的天竺鼠 长最大的天竺鼠 或跑最快的天竺鼠 但输的居然就会变成盘中孙 TBS记者在多年前 曾经在秘鲁走访过 我们一起来看 这就是今天的主要食材 天竺鼠 秘鲁人叫它 乍看之下有点吓人 半只天竺鼠已经腌制过 主厨在下锅前 再撒上其他的配料 大功告成 下锅 同一时间把洋葱加上辣椒 再挤上秘鲁特产的小柠檬 拌成沙拉 这个时候天竺鼠已经炸成金黄色 加上摆盘上桌了 这样一份大餐要价18所尔 相当于台并190块 在秘鲁天竺鼠肉是最贵的肉类 比牛肉还要贵 是鸡肉的两倍 就是赞密 我第一次听说人家来吃天竺鼠 听到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感觉怎么样 也很惊讶 可是这个是他们长久 几千年长久的名菜 这么可爱的天竺鼠 居然变成了桌上的蒸羞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会觉得 太难接受了 这个落差太大了 但其实这是异国文化 我们还是要予以尊重 不过这一段节目 我们就来视讯连线 淡江拉美索陈小雀教授 我们来请教一下 陈老师有深度的研究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陈老师 听说您也吃过天竺鼠肉吗 而且天竺鼠肉 听说它是高蛋白质 而且是低胆固醇 为什么秘鲁这么重视天竺鼠 还特别为它设立了一个节日 这传统以来天竺鼠就是安第四山区的 很重要的肉品的来源 那这个肉本来就是 它有很高的铁质 还有胶质 那胶质就有预合 有可以预合伤口的这个功能 那刚刚有提到说 它的蛋白质很好 它是占它身体的20% 总之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肉品的来源 你有吃过对不对 那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有吃过 像鸡肉 然后也像兔肉 而且天竺鼠据说 在当地的这个印加原住民的眼中 他们是具有一种 比较特殊的感应能力的 于是当地以前的乌医 甚至会把它拿来当作这个驱赶 这个恶灵或致病 是不是有如此的传说 有 在古代的时期 那天竺鼠它就是我们一般家庭里面都会养的小动物 那这小动物会把它当作好像它有警报器一般的功能 那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到 安地市山区的这些部落 还有人在养天竺鼠的话 就可以看到角落 屋里面角落 那我们一进去 如果太过于遭阳的话 那天竺鼠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器的这种感觉的那种尖叫声音 那有时候这个导游他就会说那是不是我们这个旅游当中的这些观光客 有人是不是有待有恶意想要偷东西或者是有什么不良的企图 所以这是其实当时在到安地市山区去旅游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习俗 那所以在乌医时代 他们把黑色的天竺鼠当作它有磷霉的功能 那把这个黑色的天竺鼠放在病人的身上 让这个天竺鼠这四处在他身上爬 那借这个机会把恶灵给吸走 那同时也是诊断这个人身上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 因为他比较敏感 这个小动物是比较敏感 好 真的非常有意思 不过另外这幅图画可能大家会很有印象 没错 就是达文西的最后晚餐 不过这个是南美洲版 仔细一瞧 纵中间这个居然就是天竺鼠肉 陈老师 这也是南美洲特有的版本 是 天竺鼠本来我们就说 它是安地市山区当 之前把它当作最好的肉质的来源 同时在古文明时期 它就是一个神圣的动物 那所以在举行祭祀的时候 就会有用把天竺鼠当作祭品 那天竺教文化跟在16世纪进到南美洲之后 那耶稣的这个最后晚餐 本来就在圣经里面的马窦福音 跟落望福音都有提到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 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画作里面有很多有关于最后晚餐 那这最后晚餐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的一个信仰跟宗教化 那后期呢 这天主教的文明就跟在地文明产生了变化 所以当地不管是秘鲁 还有俄瓜多的画家 他们把最后晚餐里面的那个圣饼 面包和圣饼就把它用天竺鼠来取代 所以如果我们的朋友有机会到秘鲁 到俄瓜多去旅行的话 像秘鲁的Gusco的主教堂 还有Alequiba的耶稣会的教堂 甚至到俄瓜多的基多 首都基多的主教堂 我们如果看到有最后晚餐 那里面的天主祖呢 它就变成是最后晚餐 光荣的走进天主教的最后晚餐 好 疫情退散之后 也许大家可以到秘鲁实地去体会一下 不过听说历史上面 也有很多的欧洲皇室 是非常喜欢饲养天竺鼠的 像是谁呢 最有名的蚕食官就是她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也就是荣光女王 她一生未婚 所以养了天竺鼠 成为她的宠物 好 再者我们来看 英国艺术史上有这个古画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1580年代的肖像画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女孩 我们来报的就是天竺鼠 柯德老师 其实天竺鼠到底怎么样寄生上流 这段故事是不是也跟我们 来介绍一下 对 像其实天竺就是印度的地方 大家都以为它是从印度传过去的 然后 后来我查到一个蛮有趣的说法 而且是英国在台协会 它留的 它说就是Ginni 它的英文叫Ginni Pig Ginni是当初英国最早 用机器铸造的货币 然后那个货币那时候是由 吉内亚这个地方 它的黄金做成的 所以一个钱币 大概是四分之一盎司的金子 所以他们就说 你要买一支天竺鼠 你就要有用这个Ginni 就Ginni用这个货币 去买一支我们说的天竺鼠 所以它不是 它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 所以以前还真的都是要上流社会 而且他们之前2007年有个考古学家 他们就发现他们16世纪的一些 就是地窖里面就发现他们的骨骼 而且是没有被处理过 就是他们是用宠物的方式去饲养 是 我现在又听到他们在咕嚕咕嚕叫 对 他们有很多对话方式 很多对话的语言 对不对 好 但是在饲养天竺鼠 到底有哪些健康问题 必须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刚刚老师已经提醒我们了 就是说要给它比较有高纤维 另外还有就是要补充维他命C 对不对 是的 不然很容易患血病吗 因为他们是大概少数几种 没有办法自己产生维他命C的生物 像林长类就是人跟猴子一样 天竺鼠也是 所以他们如果没有摄取到维他命C 就会因为坏血病 造成免疫力下降 口腔溃疡 身体的抵抗力下降的问题 另外一个四组可能会有的问题就是 像我们养狗的话 可以训练他定点大小便 然后刚刚也讲了 天天他每天的死尿量很多 那猫咪养猫的人会知道说 他比较爱干净又有猫砂等等 那养天竺鼠到底有没有办法 来训练他们定点的大小便 有关这一点 老师回来继续为我们解答 请别走开 打开 谢谢大家